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到這次武漢肺炎 開始處理不當 隱瞞 使用防疫工作 我自己看拖延了一個月 在瘟疫流行開始時 一個月就很緊要了 引起全國上下 國際中外 有很多不滿 我個人看 李瑞以前說過 別人問他對習近平評價 他沒有多說兩句 他是一個小學水平 看起來他水平很大 野心很大 中國過去有一個成語叫自大財疏 德北佩偉 即是你以前的功勞 是否適合做主席 這個我們不慘 是否適合你自己通過宣傳部門 宣傳你自己有大功大德大善 人家與女兒看起來就不相似 火山引來也很難它爆發 所以任志強 通常他寫這篇文章 評擊他是知道自己沒有穿衣 都是要做皇帝 是嗎 語言是很激烈的 但是同樣的議論 我看人民群眾私下都有很多議論 紅二代入面都有很多議論 這樣終於要爆發了 陳平傳的信和任志強的這篇文 都是微信的信 在這個爆發點 至於他與美國對西歐打口水戰 這個在國際上引起的反應更加大 他這樣就說他是顛覆習近平 就說他是判國罪或者顛覆罪 香港很多人評論說可能判十五年等等 現在失聯是軟禁了 這個我相信是軟禁了 但是你要提起公訴 你要最高建設院提起 這個是司法過程 起碼要一年的時間 這一年你現在在國際國內的形勢下 會否判得下手呢 他這個寫信 抨擊習近平 以及剛才說陳平的轉信問題 美國的三次軍事行動是否配合呢 因為我聽到一個消息 在YouTube上說 他說紅二代的很多人物在美國 他們要求美國配合 因為你在國內要動用軍隊來推翻他 好像是沒甚麼可能 他們現在採取的手法就是當年 博利人烈夫推翻黑魯曉夫這種傻法 又是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等等 黑魯曉夫五幾年推翻馬倫荷夫的最高領導地位 他是利用了軍隊的 就是朱賀夫 朱賀夫以軍隊首長的身份命名 用軍機把全蘇各地的中央委員 再來莫斯科開會 這兩次都算是宮廷政變 但是都是採取跟現在任志強、陳平這種手法 跟粉碎全幫是不相同的 所謂國際共運當中有個先例 你的意思是現在發生這些事 就是紅二代想發動宮廷政變 想推翻習近平是否這個意思 他現在仍然是用所謂合法的手段 中共歷史上的專業會議 都是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擴大到無邊的 各個軍團的首長都來 不一定是中央委員 當然這種被四人幫拉起來逮捕 這種又不同 他們現在是模仿蘇聯這種方式 我估計習近平 雖然提升了很多將軍 但別人都看得你做得自大財疏 是否到時要救你 是否到時要服從你 是否一定 任志強這樣說 陳平這樣轉 我想他中共 包括退休 富國級以上的人 是有一定共識的 不會那麼貿易 既然 至於是否一定要用到軍隊 他不一定要明顯用起來 只要習近平下令 他們不執行 那你都等於是用到軍隊 熱利欽那次政變 是坦克部隊開到國會面前 然後一字排開 就是炮口對外 不是來攻擊國會 而是來保衛國會 那個上教團長 同意利欽報告是我們來保衛人民的政權 當然你看中國現在的形勢 就比北朝鮮要好很多 北朝鮮連聲音都沒有聽到 是否會有 跟美國聯繫 取得他們的默許或默契 這個我相信 人家已經做了 不會這樣說 既然國內沒有兵可視 你只要靠美國 這樣看 你說洪二大 可能跟美國那邊有一個配合 你以這個方式 就延落他 你怎樣看他這次所謂的工田政變 就不知是真是假 他的前景會是怎樣呢 他現在這一刻就很多輿論 媒體都在報道 這個繼續發展下去會是怎樣的一個結果呢 如果他反抗 習近平利用兵變 利用兵軍隊去抓這些人 他最終失敗以後 下場就很慘 抓什麼人 抓現在這些反對他的紅二代 如果他是發展到那個對捕 如果他不發動被推翻了 那讓他做一個什麼核電站的站長 某一個低層的職位 但是給他人生保證 給他家庭、家人安全 蘇共以獻都是這樣的做法 馬林科夫最早是一個水電站的站長 克里尼曉夫就退休 生命是無如的 克里尼曉夫退下來之後 克里尼曉夫退下來之後 但是他是當然要改革的人 雅畜夫國行部長發動了一個星期的政變 克里尼曉夫交出了政權 現在習近平要抓什麼人 現在當任志強說被抓了 現在好像暫時媒體報導發聲的就是陳平 但陳平現在不是在大陸 他要抓他要抓什麼人 他有些人說這篇文叫做蝕符文 他是什麼人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有人有喘測 即是說是王滬寧暗中行動 你要抓就抓這些人 叫做泉搖 但是到現在這樣的形勢 火山要爆發的時候 你想用水泥去填住它 我想很難 如果場外細尺庫這種形勢的話 你要先保住性命 克魯曉夫當時推翻馬林科夫 都沒有殺人 布里尼曉夫推翻克魯曉夫 那時都沒有殺人 雅畜烈夫推翻高尼巴喬夫 都沒有殺人 當然烏利欽 打絕手指叫歌爾加喬夫 叫拳 態度是粗爺些 但是都沒有殺人 但如果大陸呢 我想大陸 他們是有些共識之後才這樣做 第二 一定跟美國商量過 你講的他們是否紅二代 紅二代和一些知識分子 即是要求民主的知識分子 你這樣講的意思是今次發出這個訊息 其實不單止現在大家在桌面上看到的幾個人 可能下面還有一大批的人有發出這個訊息 首先你不要以為紅二代通通都是自由派 我想三分之二的人不是 但那三分之一如果都是劉少奇、鄧小平 甚至江澤民、溫家寶、胡錦濤等人的後代 我以前發明了一個詞叫做老刑之後 就是五年受軍閒那時已經做到遠團處的 或者以上的共產黨國安部 他們的後代叫老刑之後 他跟溫家寶、江澤民、胡錦濤等人的後代 雖然都叫紅二代 但他們是不同的 他們的父母是打江山那批人 滿族人征服中國的百萬營就叫做老刑 他們的後代一直叫官銀 即是不用做到有錢給 領到辛亥革命1911年 清朝歷史三百多年 或者兩百多年 我忘記了 這些叫老刑之後是打江山那批人 如果我們服從自然界這個規律 你看動物都是打贏的人為王 但他打贏了為王 他以後還政於民 我認為這個程序是合法的 美國的獨立戰爭 南北戰爭都不是靠選舉 人是很奇怪的 跟動物一樣 最後意見不合 一定要解決的話 一定是用拳頭的 昨晚我看到一個YouTube 美國華人開射擊場的人 現在就教華人開槍 大家要拿起槍來保衛自己 有種族歧視 當然這些跟趙立堅、華春瑩那些亂講的事有關 但英國沒有這樣的事 人家都有打中國人的現象出來 這個槍牆的老闆說得很對 以前南韓人反抗過一次美國種族歧視 就是用槍來保衛自己 站在屋頂拿著槍 美國人說 他知道你懂得打槍 他就佩服了 這次想問多一次 你剛剛說過河爾代 這些事 這些信息就爆出來 他們究竟是不滿意什麼呢 不滿意賺民什麼呢 才會發動這個所謂的宮田政變 我想他們的不滿起碼四、五年了 他們不是傻子 作為我自己也是老刑之後 我父親在解放戰爭 就是四野的軍公部政治部主任 等於副師級 是否還要升得比其他 有些老紅軍都快 我知道他們裏面特別是去過西方生活 或者學習的人 是很清楚這些問題 他們這麼多人移民去了美國 就算他們不找美國 美國也會找他們 特別是軍方 現在我們有四萬多億美元國債在美國 美國說不行 我沒有錢搞這件事 國債我們有了政權以後就免了你 他有金錢可以做這件事 他有很多服刑軍人 你不要以為中共的官僚階層 對他真的要不滿到要推翻他 因為他工資靠他給 知識分子都是這樣的 很高工資的 廳長退休是萬多元的 知識分子現在都很高的 大學教授這些通通被他收買了 所以有代表性的就是老刑之後這批人 他們是否一定在我西方民主 會走到我們這樣的地步 譬如這麼說 不一定 但他們首先是不滿他的獨裁 剛才我說了三分之二的 叫做老刑之後是那些保守派 那些保守派 但是那三分之一一旦搞成 這三分之二不會流亂習近平 因為習近平很傻 分餅底沒有分給他們 利益君煎 你看清朝百萬入關那些奇兵 他不分貴賤都有官銀 不是官大那個官銀多些 他們有個大理院 就是打理中親那些事情 叫做中使院是什麽 有個機構是專門管理他們的 你說不可以責任平的獨裁 他們發出這些信息 其實跟現在的國勢有什麽影響 因為現在大家關注中共武漢的疫情 他已經改革那條路被他倒死了 你覺得最不滿意是這一點 不滿意是剛才說的 利益沒有君煎 為何你就可以做皇帝 我們就要給你關起來 這個是首先不滿 第二有些 很多人是有良心的 即是說改革 我已經使中國可以走向光明 但是你現在連這個都沒有 有些人是他父輩的情節很深 他們說我們當初的初心 是會使到老百姓都過可日子 你現在這樣做就等於我們父母 將來在歷史上是黑幫來的 這些人… 你經常統治不滿就爆發了 中國古代是很多的 從來都是以農民起而來 推翻那個皇朝作結局 但是那個農民的朝廷 又是走回那條路就是了 以前有個皇帝 聽大臣報告說人物現在沒有飯吃 皇帝昏庸道 為何不吃肉粥呢 即是大米沒得吃 食肉粥可以 即是他已經脫離群眾到甚麼地步 西方歷史上都是跟中國一樣 即是行爭暴戀 農民起義或者宮廷政變 推翻了 但是他們就找出一條路 慢慢走向民主 先害那個貴族內部 叫做不出代議事不納稅 皇帝要我們納稅支持戰爭 要我們借錢給你打法國 我們要出代表在你的預詞會議中 監督著你的錢是怎樣花的 民主的盲額是在統治階級內部產生的 然後慢慢擴展到普通平民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美國英國好像都是這樣 女人是三個人才算兩票 男人是一人一票 是走了兩百多年 這兩三百年 中國人類歷史上很短 所以西方拼命捍衛他們的制度 我們很不容易整個全員類 才是我們爭取到這樣的進步 你現在中國想用它的模式來代替我們 美國是角力很強大的一個國家 英國 法國 甚至德國 你實際看它的面積 廣東省沒有隔北海和海南之前 就跟英國的面積一樣 或者差一萬平均公里 德國就跟黑狼江一樣 法國跟四川一樣 你就是四川妹 即是很小的國家 他們打到我們 即是焦土欄就行了 他們後來有種比較開明的制度 在民主政治之前也有自由市場 自由市場和民主政制 還有牛頓科學 這三件事 剛好大概在一百年內發生在英格蘭 如果一個發生在德國 一個發生在法國 一個發生在英國就沒有了 他們是上帝很鑽煉 所以我看 即使這次露營之後 借力美國 威逼習近平下台 是否一定建立民主政制 不一定 但可以推翻一個 想復迫亡權的一個政制 但是那三份之二原來是 由於對共產黨的感情 他們以為習近平代表共產黨 比較保守的派 一旦這三份之一成功了 他們馬上都拋棄習近平 你有甚麼料不起 習近平是一個根據隊的甚麼政府主席 很小 只有三千多人 四千多人 那時長征一個團長 也有幾千人 他們不會服他 然後還有一千多人 說到一千多人 我會選擇 我們 在那邊 在那邊 我們 你們 感谢观看